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是贵州民族大学申办贵州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经教育部批准并按照教育部第26号令要求 以新机制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院校 2010年7月在全国322所独立学院中被评为全国先进独立学院 学院成立于2001年 校园与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比邻 背靠秀美青山面对花西湿地公园 与比架山下的贵阳孔学堂隔水相望 校园整洁环境优美 设施极权 是读书求学和教学科研的理想之地 学院现有校园面积151亩 校舍面积近8万平方米 教学行政用房8万多平方米 教学仪器设备1500多万元 学院还在花西大学城规划新增校园面积466亩 并已取得政府的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许可证 学院坚持以德树人 以用诗教 以特立校的办学宗旨 凝练人未为人的大学精神 培养管理严格 纪律严明 学风严谨 教师言辞的校风教风学风 遵循在动手能力上强于一般二本大学 在理论基础上优于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 促进学生德 智 提 美 全面发展 成为会议行 智一类 能学习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组成精干 务实 高效的管理团队 历经图治 格固顶心 共谋发展 学院秉持优秀教师 培养优秀学生的理念 本着博彩众长 沿揽名师 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指导思想 依托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大学等高校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 并广泛聘请省内外教学名师 杰出企业家 社会知名人士 担任学院名誉教授 刻作教授 兼职教授 组建了雄厚的师资团队 学院设有文学部 工学部 社会科学部 教育与艺术学部 基础教学部 培训部六个教学部 涵盖法学 教育学 文学 理学 工学 管理学 艺术学 艺术学 等七个学科大类的十九个专业 学院面向全国招生 现有在校学生六千七百人 分别来自贵州 山东 山西 河南 湖南 湖北 江西 江苏 福建 安徽 四川 重庆 等十二个省区 学院自建院以来 已向社会输送本科别生五千余人 为国家特别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